現在我們這個花費是真正能夠 民眾需求的 那有一些建設的部分五年十年 包括現在我們人進來越做越成功 城市的負擔越來越大 觀光客外來客越來越多 怎麼辦 我們可能考慮抽城市稅 也是全台灣第一個 就是說你今天你來自於海外 你住到我們高雄 我的環境 我的市區都有負擔 所以我抽你城市稅 可是不能抽多 我抽你一點點 麻煩你來高雄住兩個晚上 你不是中華民國國民 一個晚上我們希望你付50塊台幣 或者80塊台幣 所以只針對外國觀光客 對 不針對台灣的 那你來 因為我城市的確要垃圾處理 各方面都要 我城市要花錢 那你來個兩天 你可能花個160塊台幣 你不會覺得痛 如果這個金額太高 你可能心裡就不舒服了 這個我們現在不敢推動 是為什麼 人都不進來你推什麼 對 抽了城市稅之後 搞不好觀客又變少了 而且人家心裡不舒服 當大家都覺得 來高雄越來越愛來的時候 我花一點點城市稅 一天多個 三五十塊台幣 或者一百塊台幣之內 我願意接受 我來這裡觀光醫療 我來看看病 我來醫療美容 我來健康檢查 但是我住在飯店 我一天多付高雄市政府 50塊錢 80塊錢台幣 OK 才兩塊美金 我願意接受 這個就是增加我們政府的稅收 這很多一系列的作為我都必須要做 前提就是因為我們沒有錢 好 我們聽到韓市長已經這樣講 非常的清楚了 第一 現在是歡迎大家來 所以還不急著要去課這個稅 三十塊 五十塊 八十塊 了不起一百塊 其實對於許多的觀光客來講 尤其是來自於外國的朋友來講 不見得是一個非常沉重的負擔 會因此影響到他們來台旅遊的意願 因為真正願不願意來是要 你這個地方到底好不好 好不好玩 值得我來 再來友誌 剛才我們也聽到 這個市長其實他都是有按照步驟的 你比方說像我們看 我們到國外去旅遊 這個城市稅其實它是隨房價徵收 就是我付這個房費的時候 這裡面就包含這個稅在內了 所以不見得真的會覺得好痛 所以我就因此不來 而且照他剛剛講 三十 五十 八十 都不到一百塊 這對於外國觀光客來講 尤其我不敢講其他東南亞國家 但是就歐美客或日本客來講 應該還好吧 剛剛韓國瑜 韓市長他講的 我就放心了 因為我本來跟你一樣 有那個部分的疑慮 因為其實城市稅難免還是去玩 你看很多的團費 碟碟的 你有說自由行的時候 你會去看說多到大阪 像剛才韓君子講的到大阪 然後或者是到柏林 柏林不是四年前 也開始收了嗎 那個都是大概就是 九十幾 八十幾 一百多左右台幣的 你又可能就會稍微 我都不知道隔壁去 我去京都可以吧 我去什麼 會 但是比例是不是那麼高 那個是必須要靠 我們李副校長 因為財政局長現在是他 他要去做計畫 他要 梁間 他要去做計畫的 但是他剛剛講一個計畫 我放心了 他說不會那麼快 他會看現在的經濟狀況 因為城市稅代表是 你城市資本夠不夠 就是說他剛剛講對了 高雄我現在有沒有那麼想來 他有一點點在旅遊上 在稅收的制度上面 有一點點是以量之價 因為他講的對 城市稅就是 因為太多人來了 像柏林四年前調的那一次 就是因為光半年 大概1000多萬人次 就搞了柏林那個牆 有的垃圾 有的飯店 因為他必須要有投入資金 這個資金投進去 如果萬一1000萬變989萬 我可不可以承受 少了11萬 像蔡剛剛有顧慮這個 我覺得那我們就比較放心 可是城市稅這個東西 應該要在前面先用行銷 把高雄的特色 把高雄哪裡好玩 把高雄的人真的都定了以後 再去做城市稅的課稅 如果現在高雄 你都已經講欠三千億 還有一些先天不良的 還有一些 因為你沒有錢 你沒辦法去做行銷觀光 然後你還有一些 文子設施 文子設備 這種東西你都還沒有辦法 解決的狀況之下 高雄你現在在點兵點將 我跟你講在所有的旅遊城市 剛剛疫情下面 伊托拉庫這樣練過去 包括奧地利 包括 德國 法國 義大利 奧地利 荷蘭 你在這些城市裡頭 是不是在旅遊頂尖選擇的裡頭 如果現在高雄還不是 我覺得我建議韓國瑜先不要 因為我知道你很急 你真的很急 當你不是的時候 我補貼都來不及 我歡迎你來 對不對 而且好 第二個 我們現在的觀光客來自於什麼 我們蔡政府現在的觀光 是來自於南向 是來自於昨天前天 剛跑掉152個的那個團 他們連台灣下來丟了跑了 就要去打工了 你如果蔡政府 你還一直堅持要 泰國 越南南向政策 這些人過來100塊 我想對這些人來講 是很巨大的 我整個我們 就像剛剛韓國瑜講的 中央的旅遊政策 是不是也要配合 那是不是也要把東西 南向政策 要拓展多一點 所以他剛剛講的那句話 我覺得很對 你幫我把緊箍座拿掉 讓我踏著金斗魚 帶著金箍棒出去衝 其他的東西我來 我覺得這句話 是他講的比較重點 對 你看像針對這個 城市稅財政部說 我們要確認釋法性 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難道地方想要做的話 中央可能會另有思考 另有做法嗎 剛才我們其實也看 韓國瑜市長 他在接受專訪的時候 他談了很多 其中他就提到的是 如果你不給我錢 你要給我政策 我好推行我想要做 適合我們高雄 發展的一些重要的政策 攸關於民生的政策 可是千萬不要扯我的後腿 才好啊 我們來看看 韓國瑜市長他自己怎麼說 像我講的一些賽馬 一些期金的特區 採購的特區 免稅特區 你要最少給我政策 你能給我錢 感謝 不給我錢請給我政策 如果你政策都不給我 請你把我孫悟空腦袋 金箍座把我拿掉 讓我全力往外遨遊 市長所談的可就不只是 城市稅了 非常多的政策 可能都會地方想做 但是中央不給 嘿 我就是不幫你 讓你做不成 會這樣嗎 縣長 當然會 其實我剛才韓國瑜講了 這麼多的政策 我很擔心的 為什麼 我擔心的其實 先講第一個層面的 就高雄過去有淹水的問題 你下次大雨來的時候 你會不會淹水 第二個 高雄的交通建設 遠遠比不上台北 新北 甚至比不上台中 那你是交通如果不敢上 觀光客來 你自己市民交通就會有問題 可是他還在上面 第三個 這個是實際上的問題 你要馬上面對的 你淹一個大水 你塞一個車 或者一些什麼意外的事情 就會怪你韓市長 他不會想到 以前人怎麼做的 第三個就是他現在 3000多億的債務的問題 不要想還債了 光付利息 韓國瑜你看你一年 要編多少的預算 去還這個利息 這利息錢就不得了了 你說用什麼城市稅 你也來還這個利息 你也還不了了 第四個就是說 他應該去 像把過去高雄市政府 到底你每一年 這麼大龐大的預算 你花到哪裡去 我覺得他還把它 重新拿出來做檢討 你要做一個切割 對不起 我韓國瑜上任之後 3000多億的債務 是以前的政府的事 你不要把它自己扛在背上 你說我還想來還債 因為地方政府是 財源是有限制的 地方政府只有 關於不動產相關的稅收 是你地方政府的稅 你所有的營業稅 所得收入的稅 都不是你的地方稅 是你中央的稅 中央有一個統籌分配稅法 財政收支劃分法 中央通通收去之後 中央再決定 我要給你多少錢 但這個公事到現在為止 都還沒有完全調好 所以中央要給你高雄多少錢 那是中央的決定 高雄你要想 真的我要照我的想辦法 拿到那麼多錢 辦不到 我再講 第四個就是說 韓國瑜現在做的所有的事情 你看財政部就關槍關掉了 我跟你講財政部 我在這裡很負責任的講 財政部真的是很壞 為什麼很壞你知道嗎 這所有的稅收到現在 幾乎都沒有什麼改過 這個稅收真的很重 負擔很重 我再講一個 我講的例子就是說 財政部有一個規矩 就是說如果你們多繳了稅給我政府 我不退還的 但是如果你有欠稅 你少繳的 我要罰你錢還要追繳 所以我過去在做縣長的時候 我就跟國稅機炒過架的 我說你們這叫強盜 老百姓多繳的你要還給他 少繳的你就勸一勸補起來就好了 你也不要去罰人家的錢 如果不是惡意的話 但財政部當初是不同意的 後來才勉為其難的同意 你像現在中央的稅 韓國瑜你要補助是要不到的 還有我要講 你現在所有做的 不管你要做跑馬場也好 不管你要收什麼稅也好 不管你說要去做愛奇摩天人 如果你範圍大一點 內政部也管得到你 對不對 中央許多的單位都可以管得到你 這些中央在法律上 的確他可以搬出千百條的法律 來做限制 我現在就跟你講了 你現在博弈法 你散碼是不可能的 保護動物的關係 你散碼上也不可能的 你要做觀光碼頭 我中央的交通部觀光局 我中央觀光的 我要到底給不給你做 怎麼樣做一個限制 怎麼樣做一個開放 中央也可以管得到你的 我覺得韓國瑜最大的一個隱憂 就剛剛他自己點出來的 中央你要給我政策 否則我孫悟空的警告之後 你要幫我拿掉 否則我孫悟空 根本沒有辦法做事情 這講的就是事實 我覺得韓國瑜講出來這個事實 他更要體驗一件事就是說 他其實一個直轄市的市長 能夠做的事情的確是有限的 裁員上有限 法令上有限 中央的權限 地方的權限有限 所以我覺得我看到韓國瑜 這麼有信心 這麼努力的去衝 我覺得我幫他鼓掌加油 但是我對他的憂慮是越來越大 所以在未來上任的這一年 因為畢竟看到國會還是民進黨戰的多數 所以這一點是不是可能 委員會造成韓國瑜的一種壓力 其實剛剛周縣長所提的這些事 我想他的經驗非常豐富 從地方政府來看中央 那個就不論誰在中央 過去縣市政府 怕打中央的經驗多不多 太多了 每次每一屆國會都為了財化法 要怎麼修 炒翻天 藍綠即便是站在地方 藍綠可能同一陣線 可是中央他可能就是 不跟你同一陣線 所以剛剛韓國瑜他其實應該也 雖然第一天當市長 不過他應該也有去瞭解 為什麼過去地方上或者高雄 在一些事情上也沒辦法突破 這當然就有可能涉及到 中央的一些法令也好 政策也好 長久以來累積的這一些 不管是政府的這種官僚作為 或者是說積息 然後或者是說中央破例不夠 不管去做這樣的調整 這都構成的地方 在發展上面的一些局限 所以他剛剛講說你不給我錢 你就給我政策吧 你就改政策 要不然就是最後都不要管我這樣 所以你光要增一個城市稅 財政部就一定有意見 財政部一定有意見 他說為什麼你們將來沒 我如果讓你開增這個稅 未來我怎麼知道 你還會不會開增其他稅 這些稅我可不可以 邏輯上合理講說 這是我中央可以來收的 為什麼讓你地方來收 我們現在很多稅 照理講可能是中央 地方可以直接收的 可是中央不放 中央就是收來我再重新發 我要當老大 而且過去也沒有其他的城市 對 所以他破了這個口之後 他後面的破窗效應會多大 這是財政部為什麼今天 跳出來講這種話 他很擔心 可是在地方自治上面 地方自治是可以設守 所以設自治條例 只要高雄市議會通過的話 市議會通過就可以 就是說中央財主單位 我覺得他一定會擔心這個 而且接下來好 你收吧 你收了以後 那我以後哪些錢我就不給你 我在調配上面 我可能你有 我不要給你 你錢夠 我不需要給你 所以這個問題 我覺得不是只有高雄的問題 韓國瑜今天是點出了 地方政府所面臨的這個困境 但是絕對不是只有高雄才面臨 其他的縣市可能也面臨 再來一個問題就是說 如果我們講財政好了 中央的政策 他到底是要鼓勵大家拼命去賺錢 還是要告訴大家說 你們我就把你綁起來 到時候反正我們就既有的這些餅 大家來分 就是你要把餅做大的概念 還是說大家來分這塊餅 韓國瑜的想法很簡單 我要把餅做大 我希望把餅做大 可是我們的中央的腦袋 如果還是認為說 我們就一起來分這塊餅 我們就來分這塊餅 這個思維上就會差很多 所以為什麼民進黨執政 他會去搞一個8800億的 特別預算出來 就來分餅 先把以後的錢 借來把這塊餅做大 就是說同樣把餅做大的 做法有好幾種 一種做法是 我們想辦法來賺錢 不管是開放觀光 開放交流 或者開放全世界等等 我就是要賺錢 然後我們一起把餅做大來分 另外一種是 我沒有辦法把餅做大 我中央實在太無能了 我沒有辦法 那怎麼辦 我就借下一代的錢 借以後的錢 所以其實 8800億的錢瞻特別預算 就是跟以後借錢 借來我們把現在的餅做大 然後我來分給我想要給他的 所以那時候我們在審的時候 為什麼我說這綁裝 然後這個其實就是買票 政策之類的 就是因為你不是自己想辦法 政策去把餅做大 你如果施政很強很厲害的話 我的外銷各方面 經濟非常的活絡 所以我賺大錢 我餅做大 我來分給我們這些地方縣市 大家給你鼓掌 現在不是 我沒有辦法 可是我為了照顧 我選舉上面的好處跟利益們 我就只好跟下一代借錢 我們來搞一個特別預算 8800億 8年 然後先借來 然後分給他們 所以韓國瑜他其實 他在講的問題 已經不是一個高雄式的問題 他幾乎是全台灣的問題 是啊